而为了钱,儿子可以这样子对已经不久于人世的老爸爸 桃园这个男的呢,他为了要私吞爸爸150万元的定存 人家爸爸已经在医院呢,医院都把他放回家了 说你们可以开始准备后事了 都已经弥留了老爸爸,竟然被他强压着哦 带着那个氧气罩哦,带上车狂飙300公里哦 从桃园一路飙到了屏东的土地银行要去领那个钱 行员呢也没有确认爸爸是不是同意要解约 就让这个儿子把钱给领走了 结果爸爸在回城的路上竟然断气了 现在这个男的,他两个哥哥控告弟弟伪造文书 高院将这个弟弟判刑七个月 救护车将病危的罗姓父亲送回家准备后事 没想到他儿子财迷心窍 竟然把带着氧气罩的父亲抱上车 从桃园平镇住家狂飙330公里 直奔屏东土地银行 罗姓男子向土银行员表明要解约定存 行员看当事人罗姓父亲在车内没有确认是否同意解约 就同意他儿子领走150万定存 他随后飞车狂飙回桃园 但不到一小时,他的父亲就在回城断气 来到罗姓男子家,他们已经搬家 邻居知道消息后,大骂男子不笑 罗姓男子的两个哥哥事后提出告诉 高院审理后痛斥罗姓男子贪图私利 罔顾亲情 依照伪造文书罪将他判刑7个月 儿子在病危父亲南北狂飙300多公里 领走父亲存款 哥哥提告,家务事摊在阳光底下 中文房主,蔡佩颖桃园报道